OK各位同學好 我們進行我們的示範84 那示範84呢 預計做這種有些音樂的APP 它可能需要有那個 暫停鈕播放鈕跟 停止播放鈕這些按鍵 那怎麼利用Photoshop製作出這樣的效果呢 Ctrl N先開一個 10公分10公分300dpi的 空白檔案 那針對這個空白檔案呢 先Ctrl J複製一下它的 底圖 好那這個顏色我給它一個 深灰色的數值使用是 545454 需要填色灌工具把它填上去 填上去之後呢我希望這個 面板的材質 比較豐富一點不是這種很光滑的 單純的唇色 看起來會比較 不真實的一點 那怎麼製作出那種材質感呢 Ctrl J再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之後我想到的是 利用增加雜訊來製作材質的效果 所以你選擇濾鏡雜訊 增加雜訊 那邊使用的數值是60一致 單色的沒有勾單色的話 它會出現彩色的效果 這個狀況好像是單色比較合適 所以我選擇這個單色 確定之後呢把圖層混合模式 點選成覆蓋 覆蓋這個圖層混合模式會根據下方 圖層的RGB數值來選擇 套用色彩增值或是綠色 當你下方圖層的RGB數值 小於128的時候呢 它會套用入色彩增值 然後效果乘以二分之一 當你下方圖層的RGB數值呢 是大於128 是屬於亮部的呢 它會套入綠色 加亮這個綠色 然後效果是二分之一 那目前下方的RGB數值 都是54、54、54嘛 小於128 所以實際上它會套用入色彩增值 效果是二分之一 我們先把它點選成覆蓋 那如果點選成色彩增值 可以預期出它的效果是會更暗的 會暗兩倍 就發現它變得比較暗 那必須掌握每一個圖層混合模式 它背後的運算的模式 甚至你可以掌握它運算的方程式 那你才有辦法根據你修圖的目標 去選擇你要使用的那個圖層樣式 OK 現在強度可能太強了 所以我把圖層的不透明度呢 稍稍降低一點點 好 降低 接下來是我希望中間是比較亮 旁邊是比較暗 製作的方式很多 那這邊提供一個方式給各位 首先我砍出J複製一份之後呢 把填滿關到0 那不透明度先回到100 也就是說這個圖層是什麼顏色 基本上不會影響最終的效果 因為我們要利用圖層樣式來達到中間體亮 旁邊是維持比較暗的情況 空白地方點選兩下 選擇了漸層覆蓋 首先把漸層色呢 設定成白色 漸層到透明 好 那我向中間亮旁邊按嘛 所以這個漸層的樣式應該是放射狀的 那目前變成這個漸層的顏色呢 把我們的物體通通覆蓋掉了 並沒有那種維持原本材質的效果 所以圖層混合模式一定要做修改 不會讓它維持是正常的狀況 那修改成哪一個呢 就修改成覆蓋 那我們說這個覆蓋圖層混合模式 會根據下方的RGB數值判定 究竟是要套入加量的綠色 或是降暗的那個色彩增值 那下方RGB數值是顆粒顆粒狀的 部分暗、部分量、部分暗 所以把它選擇覆蓋之後 這種提亮的效果 會是最自然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按一下確定 那如果覺得效果太強烈 你可以把圖層的不透明度稍稍降暗一點 或是降到30% 接著我來畫那個按鈕的部分 那首先我先選擇任何一個填滿的圖層 Ctrl-A、Ctrl-T 叫出它的變形工具 利用變形的中心點 拉出參考線 定出整個畫面的中心 接著是在最上方開一個空白圖層 按下M 啟動我的圓形選取工具 對準了圓形之後呢 左手按著ALT跟SHIFT 它會出現一個對稱的圓形 在這個對稱的圓形 我們把它填上一個 一樣是深灰色 使用的數值是54 54、54 確定填色罐工具G 把它填色上去 填色上去之後 實際上這個圖層 填什麼顏色 也不影響到最終的效果 因為我還是要把這個圖層的填滿 關到裡 利用填層樣式 來製作出這個按鈕 下方凹陷下去的效果 空白地方點選兩下 叫出我的填層樣式 那我套用這個斜角浮雕 斜角浮雕呢 我選擇外斜角 外斜角是什麼意思 有必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當我的圓形的範圍是這樣子 那我把它放到水平線 水平的物體上面 如果是內斜角的話呢 它會向物體範圍內部 產生這樣的一個斜角 那如果說我們是選擇外斜角的呢 它應該會向物體的外部 產生這樣的一個斜角 那這個樣式有分所謂的內斜角跟外斜角 指的內斜角指的就是在這個圓形的 這個提過了 應該是要提這個方向上跟方向下這個差異在什麼位置 如果是方向上的話呢 它是在這個物體往上方長出一個斜角的厚度 那如果是方向下的呢 它是在這個物體向下 產生一個斜角的厚度 所以這是方向上跟方向下 那這個斜角的邊緣是比較光滑的還是比較平滑 你可以透過技術選擇 它深度多深尺寸多大 邊緣柔化的效果 這些都可以顧名事業透過這些參數來做調整 那我選擇了外斜角平滑 然後是向下的 然後接著它的尺寸呢 稍微大一點點 再柔化一點點 深度呢 把它深一點點 那接下來呢 下方這個設定是什麼 下方這個設定 照射到這個 外斜角凹陷下去的這個物體 它的光源來的方向 分成兩個 第一個呢 控制的 我們先看上方 你會發現如果你來到水平線的話 它的表示是光線0度的話 就是從水平線的方向來 那往上走呢 你會發現總共有180度 在最上方90度 然後再回到水平線 左邊來的水平線方向是180度 再往下呢 會變成負值 也就是說 0度往下走的話 它會是一個負值 這是決定光源來的方向 決定方向我把它定成90度 方向決定之後呢 還有這個光源來的高度位置 就是下方的這個數值在控制的 它越高 接近垂直的狀況 會發現變成90 那它越平呢 從這個水平線方向來 你會發現它數值 接近0的一個狀況 那我設定的是90跟65 那光線照射到這個物體之後 會產生亮部跟暗部 如果你對亮部跟暗部 還要做進一步的調整 你可以從下方的這邊亮部 塗層混合模式 還有顏色 不透明度來做控制 包含暗部 也可以 那目前亮部 我要維持是綠色 綠色的塗層混合模式 選擇白色 不透明度呢 可以稍稍把它降低一點 你會發現亮部沒有那麼亮 暗部呢 維持色彩增值的塗層混合模式 然後顏色是黑色 不透明度 維持75赫色 OK 確定 好 確定之後 接下來要製作按鈕本身 這個是按鈕 旁邊凹陷下去的那個凹槽 按鈕本身怎麼製作 Ctrl J再複製一份 把我的圖層樣式丟掉 圖層樣式丟掉之後呢 把它填滿打開 所以這個圖層 本身的顏色就顯露出來了 好 接著呢 照出我的圖層樣式 首先 我給它一個陰影 這個按鈕被光線照射到 應該會產生一個陰影 把陰影勾選起來 勾選起來之後 混合模式維持是色彩增值 顏色是黑色 不透明度可以稍微提高一點 你會發現你的陰影會變得比較深 好 然後你的光線來的方向呢 它是90 從正上方來的 那我的陰影距離我物體本身的間距 維持是5個Pixel 尺寸的話讓它稍微大一點 調整成10個Pixel 接著的話 是我這個按鈕 我希望它有一個厚度 旁邊有一個 旁邊有厚度的話 它就會受到光源產生陰影 或是產生亮度 那怎麼設定呢 我預計用內陰影跟內光暈 還有那個內陰影跟斜角浮雕 來製作這個按鈕本身的厚度 我先選擇內陰影 把它勾選下去 你會發現邊邊好像 有一個暗部產生了 這個暗部就會暗示出這個物體的立體感 混合模式維持加暗的這個色彩增值 顏色是黑色 不透明度呢把它調高一點 你會發現變得比較黑 那怎麼改變這個 按下去的這個區域的廣度跟範圍呢 你可以從間距 填曬跟尺寸來操控 尺寸 大一點 你會發現 它好像變成一個圓形 圓弧狀的一個扭了 接著呢 再啟用斜角浮雕 斜角浮雕 這一次不用外斜角了 用內斜角 那樣是比較平滑的一個狀況 尺寸的話 肯定是需要讓它大一點點 柔化的效果 稍微強一點點 再來的話是它的 深度 那這個按鈕的質感 那個立體感呢 就越來越接近我預期的效果了 下方 光線來的角度 跟之前維持一樣 90跟65 那亮部的話 我是覺得它太亮了 好像跟旁邊受光的情況 不太穩合 所以我把它圖成不透明度 稍微 降低一點點 暗部呢 我希望它再暗一點 立體感會比較好 所以我再把它 不透明度提升到100 OK 接著呢 我把它放大來看一點好了 目前這個按鈕是沒有材質感的 旁邊這個物體是有材質感 那怎麼辦 怎麼製作出這個材質的效果 方法很多 那我直覺的想到的是 用內光雲裡面有雜訊 可以控制 所以我把內光雲點開之後 首先先把它的顏色 設定成接近白色 但不是白色的 算是淺灰吧 使用的數值是245 確定 確定之後呢 塗層的混合方式 不要選擇綠色 綠色是拿來單純提亮的 那我把它選擇成 我們這個範例很常使用的這個覆蓋 它會根據下方塗層的RGB數值 決定要提亮還是提暗 那不論提亮或是降暗呢 它的強度都是 1 2 的一個效果 那比較關鍵的是 雜訊的部分 我們把它開到100% 然後還有這個 來源的方向不要是邊緣的 它是從居中的 從中間往外擴散的 所以這個 亮起來的這個現象是由外 由中間往外擴散 而不是由邊緣往內擴散 居中 強度太強嘛 所以把不透明度呢 下降 下降成15% OK 那目前就跟旁邊的材質感 是比較接近的 接下來我是希望光線呢 從上方照射下來 這個地方因為是翹起來的 所以可能會稍稍被提亮 那我要把這邊 稍微做得比較亮一點點 我想到是利用漸層覆蓋 來達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漸層覆蓋啟用之後呢 把顏色選擇成白色 漸層到透明 確定 那要它提亮的效果比較自然 就要跟下方圖層的RGB數值產生互動嘛 所以我選擇了覆蓋 好 強度太強 把它降低成40% 好 那這個量的漸層太平均了 所以我再叫出我的這個漸層方式 好把它設一個節點 把它往左拉一點 好甚至可以透過這個縮放 來讓我的這個漸層比較亮色 比較集中在下半部的這個位置 好確定 確定之後呢 按鈕本身基本上已經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是要製作那個按鈕上方的圖示 跟字樣 那有三個圖 所以我先把這幾個圖層 好上方這兩個圖層 選取起來之後 需不再加選起來之後 按Ctrl G 它會變成一個群組 在有群組的狀況下 你按Ctrl J 再按V移動工具 你會出現第二顆牛 再Ctrl J 再移動 好那現在有三個群組 個別是一顆牛 所以這幾個群組加選起來之後呢 按下V啟動移動工具 上方會有移動工具的參數列 這邊就有對齊的 均分的這個功能 好把它均分了 然後命名一下 這個是右邊 這個是左邊 那這個肯定就是中間 那排放位置一下 好那我先把左邊的這一顆製作成是停止鈕好了 停止播放 停止播放 好那首先在最上方開一個空白塗層 那這個空白塗層呢 用M啟動 矩形的選取工具 好那這個選取工具 制定出一個範圍之後 我把它填上一個淺灰色使用的數值是248 28 好填射關工具G 好把它填射上去 填射上去之後 下方還要有 這個功能的 字樣嘛 好所以按下T打字工具 這個是停止 STOP 好 字體我選擇了這個字體 然後出題的 顏色一樣是248 248 28的一個淺灰色 好那可能需要置中的功能 想到的是點選這整個圖層 Ctrl T 好出現變形框 一樣利用 中心點拉出參考線 參考線的話可以按Ctrl H 暫時顯示 或是暫時隱藏 好有了這個參考線之後呢 這兩個 字體圖層跟 跟這個 暫停的這個符號的圖層 我就可以把它 Ctrl E合併了 合併之後呢 再Ctrl T 變形工具 把它對齊 好 字樣如果單純就是單色的話 也稍稍假了一點點 那怎麼辦 一樣套用圖層樣式 利用圖層樣式 讓它達到一個比較自然的狀況 那做什麼樣的調整呢 首先它的邊緣 如果它是 印下去的話 它的邊緣可能會產生一個陰影 好 那這個陰影的話 我想到的是使用內陰影來製作 五合模式 維持加暗的這個色彩增值 顏色的話是黑色 加亮的強度 加暗的強度 讓它強一點點 目前稍假了 所以你要在間距跟尺寸的地方 稍做一些調整 好 這樣可能比較自然一點 接著呢 再套用一個內光暈 好 再稍稍讓它邊緣 有這個暗色產 那個陰影產生 好 那既然是陰影的話 應該是加暗 模式 再次選擇成加暗 block裡面的色彩增值 強度 弱一點點 20 那顏色呢 肯定也不會是亮色 一定是選擇一個深色 我選純黑色 好 確定 尺寸呢 縮小一點 讓它縮小成 兩個pixel 好 確定 好 確定之後 可以再多做一個 多做什麼呢 光線從上方照射下來 下方的話是凸起來的 所以你可以讓下方稍稍亮一點點 那上方呢 就稍微暗一點點 有一個漸層的效果 會更加的自然 好 那既然是漸層 選擇就選擇這個漸層覆蓋囉 好 這個漸層覆蓋的部分 我把它左邊是黑色 右邊是白色 然後圖層的混合模式 選擇成色彩增值 好 色彩增值會讓白色完全消失 黑色完全存在 中間 依它的灰度不等 有不等的 降暗的一個效果 強度太強 好 把它降成 五個person 然後再來的話是反了 我應該是上按下量 所以我可以把光線來的角度 就把它反轉成-90 好 如果是100person的話 會出現這個情況 稍微弱一點點 變成5person 上方就稍稍按了 下方 相較之下 就變得比較亮 好 確定 目前左邊這一顆 停止鈕 已經製作好了 我們再把 中間的播放鈕 跟右邊的暫停鈕 製作出來 首先我先把這個圖層樣式按右鍵 拷貝了 因為等一下就 不用再點選一次那個數值 直接把圖層樣式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再針對中間 開一個空白圖層 這個空白圖層呢 播放鈕怎麼畫 我用被字曲線 P啟通被字曲線 我先畫一邊 另外一邊就用對稱工具 不是對稱工具 是那個水平反轉工具 把它反轉出來就好了 好 Ctrl J 複製一份 然後利用編輯變形水平反轉 水平反轉之後呢 兩個圖層 自然就把它合併了 Shift鍵加選Ctrl E 合併 然後Ctrl T 把它變形到合適的尺寸 V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到合適的位置 這樣稍大了一點 打字工具 T把它點選下去 點選下去之後呢 就打上這個是Play 那我字體的部分 做了一些斜角 我覺得可能稍稍請 斜體 斜體 那要傾斜的話會比較好看 那字體的下緣要對齊囉 還有圖式呢 稍稍把它提高一點 擺放好位置之後呢 兩個圖層加選Ctrl E 合併 然後再按右鍵貼上圖層樣式 然後你會發現 它變得比較自然的 最右邊 最右邊的這一顆 我們要製作的是 選錯了 選到左邊 然後製作的是 暫停鈕 暫停鈕 先開一個空白塗層 空白塗層 我們利用矩形的選舉工具 M 我們把它拉一個 矩形框 填上 28 28的淺灰色 淺灰色沒錯 Ctrl J 複製 複製之後呢 這兩個圖層 Ctrl E 合併 下方呢 T 打字工具 打出 暫停的這個 英文 這兩個圖層 Ctrl E 合併 合併之後按右鍵貼上圖層樣式 Ctrl H 呢 隱藏我的 參考線 我讓這個 Play 鍵跟暫停鍵 比較靠近 然後那個 停止鍵呢 是比較遠一點點的 因為他們屬性 可能是比較不一樣的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一次的範例囉 是